你才近在运通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还你收看我们今天节目 台北股市间表现不错 指数涨了100多点 我们稍微看一下 台股尖找盘的时候 开小高震荡走高了 那目前涨了100多点之后 已经开始慢慢有点点区间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今天会涨 大家应该知道 因为跟美国股市有关 美股昨天涨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美国股市它会涨 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 我有跟大家讲 我有跟大家说过 这个礼拜蛮重要的就是 美国进入到超级财报州 所谓超级财报州的意义就是说 美国股市里面 有五党股票是全中最中的 那这五党在这个礼拜 都要公布财报 比方说脸书啦 Google啦 微软啦 还有亚马逊跟苹果 那如果说我们就从昨天所公布的财报里面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他先公布脸书啦 那脸书公布财报有符合预期 可是呢 昨天的脸书啊 它是涨1.2% 有稍微动起来啦 不过呢 你会发现到 这波走势里面从之前9月份跌下来之后 就算你昨天涨起来 目前还是没有突破什么盘局啦 还是在一个比较属于那种偏弱的架构里面 而且昨天公布财报之后呢 是涨1.2%嘛 那是有符合预期啦 但是最近有一个蛮奇怪的现象就是说 所公布的财报之后 他会对未来的展望呢 去做一些评论啦 那大家都认为说未来不是很好 所以呢 造成说他的涨幅不是很够 只有涨1.2% 那如果说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我是觉得这个礼拜的盘啊 一定会受到美国财报所公布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刚刚说嘛 好 这礼拜是超级财报之后 有五家公司很重要 他要公布财报 好 我们来看喔 转脸书是涨嘛 涨1.2%嘛 对不对 好 那各位 其他的股票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苹果昨天是小跌啦 Google呢 昨天是跌0.3%也算小跌啦 然后呢 比方说亚马逊呢 昨天是跌0.4%左右嘛 也是小跌嘛 然后呢 这个什么 脸书呢 昨天是小涨1%多嘛 所以你会发现到 到目前为止来看 从美国股市啊 昨天所公布财报之后 另外四家呢都没有什么涨 都没有什么涨 那可见的说市场现在在等待什么 你的财报到底要怎么公布 除了财报公布之外呢 你对未来的展望是怎么样 好 那各位 这就影响到未来的盘势了 我觉得这里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 就是一个指标啊 应该还是看一下苹果啦 因为苹果的股价呢 在苹果在这个礼拜五 它要公布财报 这波跌下来之后稍微有反弹 然后弹起来 目前来看起来量 涨跌量都不大 那如果说苹果照理说啦 因为财报也不至于太差 但是未来的展望就很重要嘛 你继续看喔 如果我们就从上个礼拜啊 英特尔公布财报之后 不符合预期 然后对未来展望又不好 结果呢 英特尔呢是大跌嘛 有没有 大跌下来之后呢 它创什么 今年以来的新低 好 那你再仔细看喔 昨天美股反弹啊 昨天的美光呢 稍微有涨一点点 涨个1.8%左右 但是呢也留了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几乎是收最低 那也就是说 美光的走势到这个时间点呢 它还是没有办法化解 前面那个破底的危机嘛 好 这周线 好 这周线 还没有办法化解破底的危机 好 所以现在要去看什么 就是说 你这几天所公布的财报之后呢 它的股价 以及说它对未来的展望 会影响它未来的股价 到底走势怎么样 所以我说这个礼拜五 苹果它要公布财报 在这里 如果它对未来的展望 什么晶片短缺啦 什么之类的话 那如果说这里出现大震荡的话 我觉得美股的震荡就会加剧 所以呢 在这个礼拜的盘 我上礼拜五到昨天 我就一直跟他讲 台北股市这里要怎么看 我说这个地方 它会先维持一下区间 它会受财报影响 它会维持一个区间 但是这个区间未来之后呢 它到底是供 还是会有压力 它的关键点在哪里 各位 昨天我就有跟大家说过了 月初要提防美元 会不会再次转强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从联总会的角度里面来看 11月2号3号的会议照理说 它开始缩表的机率很大 它缩表机率很大 好 我们仔细看 因为如果说我们就把一些通膨的重点拿出来看 你会发现到 比方说 昨天的十年期供在殖利率 还跌了0.3%左右 稍微涨多了 有一些压回 那我昨天有跟他讲了 这地方压回 对十年期供在殖利率反而是好事了 因为它前面这一段已经涨上来了 涨上来之后呢 在这个时间点稍微去走一下震荡 稍微走一下修正 稍微修正歪理啦 那如果说到了月初之后呢 联总会 他如期的去做一些说债的计划的话 我认为啦 整理完毕之后他还会再攻 为什么他还会再攻 联赛也在哪里 各位你注意看一个东西 这是今天的美元 美元准确开始在动了 我这两天怎么能跟他讲 我说现在的盘 因为美国在招干 美国在公布一些财报的问题 所以呢指数会比较偏震荡 但是你真正的关键呢 你还是要看美元嘛 那如果说你这个地方的美元过强的话 各位你仔细看啦 我记得当初我们在6月中的时候 我就跟他预告 美元会开始涨 怎么样 那只要美元呢出现上涨 出现上涨 你都会发现到 外资它都会有什么 汇损的压力在 所以呢这一波台北股市到底能不能继续攻 你现在去看什么 就是那个时间点的问题 如果说美元过于强势的话 反而外资到时候呢 它会站在卖方 好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说 这个盘先在这个地方 先稍微维持在一个区间 因为受财报的影响 但是接下来你要等到那个 越接近这个月底 今天已经26号了嘛 那过过几天就差不多 这个月已经结束了啦 那你到下个礼拜就11月初嘛 那你就越接近到11月2号跟3号 你越接近连准会议的时候 你要提防什么 美元会不会转强 对不对 这两天美元已经跌不下去了嘛 所以呢如果说美元的走势啊 在这波走势里面又开始出现 站回到月线之上 如果你等它站上去之后啊 它就要准备挑战前高 那如果说当你美元过于强势的话 到时候外资又会站在卖方啊 所以我说这个盘啊 那是时间性的问题 多空的关键 多空要决定哪里 决定在美元 好就是今天测标写的重点 好所以这几天我就跟大家讲嘛 你到目前为止喔 你那些通膨的问题它没有办法解决啊 虽然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这两天涨多压回 可是你的美元又还在涨啊 是不是 那除此之外呢 另外一个证据在哪里 在油价嘛 你看喔 油价最近啊涨上来之后呢 都会有稍微压回 但是压回一天之后呢又往上攻 到昨天的时候呢 北海布兰特原油呢又在创高了 那可见的说 整个油价的一个状况 它一直在走高嘛 那你现在这个通膨的那个力道呢 它并没有减弱 所以没有减弱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现象 我前一天就跟他讲嘛 目前市场所有的供应链啊 危机都已经吃掉 各行各业的利润 有没有 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洲嘛 你整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比那个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还要来得高 当它越高的时候 比你消费者物价指数高的时候呢 大家就不敢生产了 因为你生产越多你赔越多嘛 所以呢你会看到 最近怎么搞的 有一些那种什么工业的一些生产的 都已经开始下降 但问你需求还在啊 你需求还在 你这个通膨怎么压得下去 再加上你油价还在创新高嘛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已经开始慢慢有什么 有那种恶性循环的一个状况了 你注意看 什么叫恶性循环 最近油价在走高嘛 这是这一两天的消息了 天然气价格飙涨 英国能源市场恐面临什么大屠杀 10月20号的新闻 下个月可能会倒20家 你觉得很奇怪啊 你油价上涨 为什么你有关油价的公司啊 这地方下个月最少会倒20家 原因到底在哪里 因为除非政府尽快调整能源的价格 能源价格的上限 允许业者反应成本 否则英国的能源市场恐面临大屠杀 光下个月就可能有20家的公司倒闭 对不对 好那你先想看嘛 他到底要不要调高 你这一调高 你所有的成本全部往上标啊 你不调高呢 英国的能源市场最起码要倒20家 所以到现在为止来看 整个通膨状况没有解决 其实他一直在恶化当中啊 所以呢股票市场里面的操作 我说一定有他的依据在 那我会跟他讲嘛 涨跌都有理论依据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从国际金融的角度去推演 我们不是乱讲 也不是说啊凭感觉 我认为怎么样 或者每天跟你讲说 啊这里就是低点 这里你不买不行 从万八跌下来到现在为止 一堆老师都这么讲啊 不是吗 这对你没什么帮助啦 所以呢台北股市怎么看 这两天你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是时间上面的问题 接下来你要注意到美元的走势啦 因为美元已经开始慢慢在动 越接近11月2号左右 不管是这个月底 到了礼拜四礼拜五 或者是呢到下个礼拜 只要美元一站上过的月线的话 他就要准备去冲高了 因为你那种会还准备缩表 那你现在台北股市这里的盘势呢 是因为受到什么 美国的财报的影响嘛 所以我说这地方先走区间 那如果说依照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来看 美元都有机会在动的时候 我是建议各位啊 不要乱追高 真的你不要到时候又买一堆啦 很多老师都是拿每天涨的来跟你讲啦 股票都不一样 然后呢买一堆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 他讲的股票你都没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参加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懂我意思吧 好 那这个盘个股要怎么做 待会儿我跟大家做解说 因为有些个股它风险很大 等一下我慢慢跟大家做解答 方向在哪里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 那既然目前这个盘 它是比较偏区间 那你现在美元已经开始慢慢在动嘛 所以这个盘的操作模式 好各位你注意看 我们做法是这样 今天现货市场还没开盘的时候 我在8点57分 我建议我们的会员 在17035上下5点放空 如果这个盘只要美元在动 你指数还在涨 我都会找空点 因为那是时间上面的问题 所以咧 今天现货还没开盘之前 我们在17035上下5点放空 今天最高17037 所以一定空得到 有没有都已经穿架了 前面找盘的高点就在这里 OK 那今天前面这一段压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在9点44分我市价去做回补 开始去做调整调节 所以9点44分叫你市价补 45分的时候来到16 951附近 所以今天这一段 我们就先赚85点 那未来这几天美元只要动 如果台北股市还在谈 我都会去抓高点 所以这个盘我是建议各位 不要去乱追 因为有些个股的风险 它并没有 都还没有划几 那个股的操作该怎么做 这重点我待会再跟大家做解说 好不好 我们先把整个大环境的状况 跟大家做说明 其实这个盘跟我们在前两天 跟大家讲的差不多嘛 反正这边就先维持在一个区间嘛 因为财报的问题嘛 如果说这个礼拜 美股没有公布财报 我跟你讲 这个盘也不会强到哪里去 因为美元都在动 那如果说美元 越接近到11月2号3号 那个动的速度越快 我跟你讲 外资会站在卖方 你反而这个地方 拉高的时候 是让人家卖的 所以这个盘 不要乱追 好不好 那当然又说老师 个股怎么做 这东西我待会跟他做解答 但是我先讲一个东西 我知道很多人 在这个时间点股票都大套了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套下去了 好不好 农历年前这一段 大致上就剩这几个月 如果你从万八套下来之后呢 已经有些个股 如果你用农资做的 我们老实讲 一定很多股票 已经断了好几次了 你前面赚的 应该也是全部都拖回去了 搞不好还大我不贴 对不对 那我建议你啦 未来这几个月就不要乱做 你要再去贴那个什么 这里就是最低点 什么拉回买 低点不多 不要杀滴滴不尽的机会来了 要低买高卖 波段持有与会大涨 怎么样 你已经听了好几个月 如果你听了好几个月 你都还在赔钱的 这些讲法对你而言 没有什么帮助 真的没有什么帮助啊 所以你要在农历年前 这地方要搬回一层 那这地方要怎么做 你要先稳稳荡荡的去找一些 机会到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到的时候 你才去做进场 而不是每天在那边去追啦 每天想说要去抓标股 结果抓一堆嘛 结果一堆股票还在点 那对你没帮助啊 所以呢 你想要在农历年前过好年 搬回一层的 我有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月的费用 服务到封关嘛 我说有名额限制的啦 那公司今天早上有跟我讲啦 一直到昨天晚上 剩下最后六个名额 好不好 剩下最后六个名额 那如果说你想要在农历年前 不要去增加你的负担 然后呢 能够在农历年前 帮你搬回一层 找一个老师 稳稳荡荡的带你住 而不是每天啊 都在跟你凹 反正以后会大涨啊 你现在就是持有啊 就是续报啊 没有用啊 很多个股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那个断头危机还在啊 我知道你也抱着胆战心筋啊 会不会再破底嘛 对不对 所以我跟他说啦 每天在跟你讲这些的老师啊 会员都已经死光光了 真的啊 会员都死光光啊 所以呢 你不要再去听进这些言论 到底该怎么做 我一步一步的带你操作 好不好 最后六个名额 一个月的费用服务到封关 农历年前 我来帮你帮回一层 那方向在哪里 这东西 待会我们再跟他做解答 待会我们来看 个股 有些个股还是危机重重 那什么样的个股要避开 那你要去操作到什么样的方向 等一下我们做解说 好不好 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运达同步 运达同步 27810909 只要不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等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 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指数表现不错 指数有拉起来 但是我在礼拜五跟礼拜一 我就跟他说 这地方会先维持一个区间 因为最近美股在公布财报 最重要的五个权重 比较重的公司都要公布 那苹果是比较重要 可是要拖到礼拜五 所以最近的盘还是会维持区间 但是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 我这两天都有跟大家讲 接下来美元走势 因为联准会快召开会议了 如果说美元最破都是这样 涨多休息 涨多休息 那这次已经开始要缩表了 那缩表的时候 如果说如期缩表 美元又开始冲上来 到时候外资还是会站在卖一方 所以我觉得 有些个股的危机 它并没有解除 什么样没有解除 各位我们来仔细看 其实你会发现到 我慢慢一个族群一个族群来看 我就跟他讲过 这波整个大盘的压回 不是说只针对一两个族群 或一两档股票 它出现杀盘 而是全面性 很多个股都杀下来 那杀下来之后到现在为止 有些个股的危机并没有解除 你看 比方说钢铁类股 前几天好不容易有谈一下 结果又打下来 那稍微在这地方 你看指数在弹起来的时候 有些个股融资就开始增加 可是股价没有弹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美元这地方 真正在冲上去的话 那有些个股如果说再往下跌 又遇到压力 到时候那些融资 它根本没有办法化解 所以不是说涨一天起来 这地方就是要大买 这地方就是大赚 怎么赚 股价这一段都已经跌超过 四成以上了 融资增加最多在这地方 是不是 所以很多个股这地方都是什么 面临套牢 你再仔细看 很多个股都这样子 融资都在增加 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 股价也没上去 差一点点 搞不好又要创波段低点 对不对 所以每天都会跟你讲 要大涨 会大涨 只要有涨都会大涨 有没有到现在为止没有大涨 凹嘛 我说那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股价都跌超过四成以上了 会员用人制作的 都已经自己断头了嘛 会员死光光还有什么好凹的 不知道在凹什么啦 可能在怕说会员不凹的话 会员会退费 应该是这样子啦 所以牢起来凹嘛 但不要说钢铁类骨啦 航运类骨也是一样嘛 你看啦 之前域民在涨的时候 你看喔 之前域民在涨的时候 就跟你说什么 长龙也要大涨 结果没有大涨是跌下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域民大涨的时候 也是跟你讲 长龙 扬名这些要大涨 结果没有大涨 还是要继续创低点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会有发现到 这些个股到这个时间点 都是什么 融资都还没有减 应该说融资前面有减 但是在盘整的时候 融资就开始不减了 那到这个时间点呢 你就会发现 有些股票跌下来之后呢 这种补跌型的个股 它现在只是在修正乖里 最好盘不要跌啦 如果盘再跌下来的话 有些个股的融资 它还是会面临到什么 那种多杀多的压力 所以呢 这些个股这样子 你看嘛 很多个股都这样 也没有弹起来 弹不起来 应该不要说弹不起来 还没有弹起来嘛 就在看他要会不会谈嘛 所以呢 每天就凹嘛 对不对 问题是凹 我就跟你说凹没有意义啦 会员的钱都被凹光啦 因为这一段跌下来之后呢 最起码六成多嘛 我们不要说前面那一段啦 我们就说这一段很多人叫你买的股票 到现在为止呢 也跌超过四成啦 那你用融资做的早就断头了嘛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很多人的会员就死光光啊 那现在不是这两个族群而已 你再仔细看一个东西 很有趣 缩化类股 如果你九月去做缩化类股是OK啦 如果你等到十月份之后 你再去做缩化类股怎么对呢 你看看融资都在增加啊 股价都上不去嘛 是不是 你看看啊 十月份之后你去做缩化类股 也不对啊 这一类型的个股是一堆啊 你看到今天为止在创波段低点嘛 融资都在创高嘛 所以这盘在修理什么 它在修理你追高的人啊 你没看到那样融资都在创新高啊 可是股价跌下来 所以我说嘛 你九月那时候有去做 我觉得都是赚钱 但是你十月再去做你是赔钱啦 是不是 到现在为止都是赔钱啦 所以你不能乱追嘛 好那再来 电子类股也是一样啊 电子类股仿然在这时间里 有些个股位阶高的你要注意啊 你注意看 今天有些股票一打下来 又是打到跌停板 你看最近很多融资都在追高嘛 追高又打下来 啊糟糕了 今天是打到跌停板 对不对 啊又套牢了 是不是 这类型的个股呢 你注意看嘛 有些那种高档震荡型的股票 都已经动不太上去喔 有沒有高档震荡型的股票也动不太上去 而且融资都在增加 你看这些股票也是一样融资都在增加 所以当你去乱追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受伤 那这个盘我就跟他讲啊 现在是时间性的问题 当然你是看指数做股票啊 指数没跌都有机会 是真的都有机会吗 你自己看嘛 是真的很多都有机会吗 啊长什么很多人老是就会去讲嘛 讲完之后呢股价就跌下来 啊你去追的都是套牢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股票的操作我们不是这样很乱做 我们怎么样稳稳荡荡的 有买一定有卖 有卖才会去买 你现在要想办法说让自己去做教 而且你股票不要太多 那你要怎么做教 有的时候股价它本身有低档高档之分嘛 那你现在去抓什么 抓低档型的个股嘛 所以呢 从整个万八跌下来之后 我就有跟他说过啊 有些股票我们逢高 我们低档买嘛 逢高卖嘛 低档买嘛 逢高我卖嘛 对不对 我股票也不多啊 电子类股呢我抓一档嘛 那时候抓敦泰嘛 结果敦泰的股价呢拉上来之后 我们就把它卖掉嘛 是不是 那这几天我们去抓资产股嘛 资产股我也跟你讲过东森嘛 结果呢 东森的股价 我们从低档买啊 买完之后呢 有没有让你看到就是往上供 你这家做做教 不是说每次拉起来你去抬教 懂我意思吗 所以 接下来整个操作模式 我们要预防美元往上供 所以呢 有一些在低档整理型态的一些个股 尤其是通膨受费的个股 我觉得这些股票有机会 好不好 除此之外呢 只是我跟大家说过 只要美元涨 你盘摊起来 我会去抓高点控 OK 好所以 目前这个一个月的费用 服务到封关 最后六个名额 最后六个名额 想要在农历年前帮我议程了 欢迎你利用最后的名额 打电话进来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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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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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您不再忘堕欺探 特别开放 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体速播02-2781-0909 只要拨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 核心抄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堵欺探 特别开放 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我们家小朋友他读的是准公共的幼儿园 这次的补助在家嘛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觉 代表政府有看到我养家的辛苦 我们 我们 我们养家很辛苦 从8月开始小朋友上学